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拿托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和大家講講2023年第一個星期 美國的經濟開放 出了勞工市場 2022年12月的數據 都是繼續好過預期 已經是說全年 都是必到預期 很厲害的強勁數字 所以星期四 出了adp employment的數字 令到股市下跌 反而今天出來的數字 就反過來升上去 待會可以講多一點點 新增職位方面 22萬3千份 比起預期20萬份為理想 當中文如康樂 餐飲和酒店板塊 增加了6萬7千份的職位 尤其是餐飲業 多了2萬6千份 另外文如康樂 包括賭博 有2萬5千份新增 酒店業 都有1萬份的新增 除此之外 Healthcare 和Social Assistant 醫護 和社工界 都有5萬5千份 和2萬份的新增 其餘 其他所有都是輕微地上升 不是太多 其中 Professional & Business 跌了6千份的職位 輕微地 不過 全年 Professional & Business 實際上 多了60萬 新增職位 佔所有版塊 居於第二 第一 當然 文如康樂 家餐飲 酒店業 當中 新增有 100萬份 94萬8千份 第三位 醫護 58萬8千份 新增 而且 醫護界 比起 2021年 只有10萬8千份 新增 遠遠地大幅 去維高 因為2020年 我們知道 是大了 就業人數 因為covid 因為lockdown 的緣故 到2021 開始 Back to normal 因為有 疫苗的注射 各個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 都有開放 其實 上年年底 那些美國人 以至於 很多職位 都回來了 全年 創造了 670萬的 新增職位 但是 去到 2022 開始 Back to normal 對比起 2021 稍為 損失 但仍然 有450萬 新增職位 所以 醫護界 在2022 就高 above and beyond 不止 overall 都是0.8% 好過 Picovid 之前的就業數字 當然 對比加拿大 一早 已經 above and beyond 美國的數字 在就業數據 就稍為 比加拿大 失業率方面 由11月 adjusted 3.6% 輕微下跌到 3.5% 失業大軍人數 亦都減到 570萬人 當中 長期失業的朋友 亦都有所下跌 去到 110萬人 即是半年失業 長期失業 18.5% 這個數字 比起 2021年底 有200萬人 長期失業 佔了整個失業大軍 31.5% 亦都是大為收窄 都是一件好事 而 至於 labor force 比起 pre-covid 輕微 輕微地上升 去到 520萬 510萬 上去 所以 都不算太多 的差別 依照 participation rate 亦都是維持 在大約 62.3% 不變 這個 亦都是加拿大好 大約65% 左右 接下來 講加拿大經濟數據 再跟大家詳細講 加拿大有什麼好事 2022 overall 值得留意 就是 出了 平均 hourly earnings 按月升 0.3% 比 11月 按月升 0.4% 稍為收窄 同一時間 按年 11月 是升4.8% 人工 到12月 就降到 4.6% 這個解釋到 為什麼 當看到這個數字 看來 人工升幅 進一步 降低 會不會令到 通脹壓力 減弱 同一時間 令到聯儲局 在2月初 的時候 意識 會沒有那麼 應 所以 這個股市 為什麼 星期四 出售業數字 又好過預期 當然 有一點 是 起事 當壞事 去做 調整 到今天 股市反彈 就是因為 人工 低 除了 就業數據 除此外 亦都出了 MANUFACTURING ISM 以及 SERVICE 指數 在製造業指數方面 12月 輕微地 由49點 到48.4 比起 預期 48.5 稍為 損失 不算太差 但服務業方面 由56.5 跌破了 榮沽線 到49.6 亦都 比起 預期 55.1 是大幅 差的 尤其是 新增訂單 以及 經濟活動 New Order 和Business Activity 都是大幅 來收窄 但 好的地方 就是 供應 大大 改善 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 對於 聯儲局加息 可能 因為 供應鏈 相對來說 又會去改善 以至 可能 又會 沒有那麼 現在 暫時 有七成 一些分析員 經濟師 都 估計 聯儲局 會輕微地 加25個Business Point 但是 亦都有 其他分析員 覺得 他 頂 要超過五里 才會見頂 即使 加得少 但是 仍然會繼續加 同一時間 亦都會維持利率不變 去到 2024年 才有 亡利去減息 隨著 油價 天然氣價格 和糧食價格 都是回調的時候 會不會 又會 有更多 其他 更加利好的 預期 呢 拭目以待 除此之外 亦都出了 12月 汽車銷售 按月下跌6.3% 都是 如理想 annualized 車銷售 13.3 million 1330萬 始終當車價貴了 而且 不少人 不會一筆過 工車 租車 利息 又貴了很多 很難想像幾年前是零利率 當然零利率 工車都會構成一定壓力 以至到 買車的人 少了 消費少了 甚至 預算都低了 的時候 都是 情理之內 或者 換車的人 都可能少了 長遠來說 汽車銷售 都是經濟 尤其是GDP 國民生產總值 一個 leading indicator 意思是 領先指標 看到汽車銷售的時候 看到經濟 但是 當通脹這麼厲害 影響了 汽車銷售 會不會 這個leading indicator 的代表性 又會降低呢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裏 再一次祝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希望 這個經濟數據 能夠幫到大家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